表面斯文的一对俊男美女却充满危险气息 大家好 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弟 今天小弟给大家讲一部美国惊悚电影《完美逃亡》 故事一开始 克里夫和悉尼是一对新婚夫妻 正坐上车准备出门度蜜月 他们两人极度热爱野外探险 在决定过后打算到夏威夷附近的海滩度过这次蜜月 在行进的过程中遇到一对古怪的情侣 招手想搭乘他们的顺风车 可是女友悉尼并不同意他们的搭乘 于是古怪情侣两人只好下车继续等待过往的车辆 到达山脚下车辆无法行驶 他们下车徒步前行 在这路途中他们遇到一个身材魁梧的退役军人尼克 尼克也着急找女友 就这样三人便结伴一路前行 在前往的路上他们几个人开始漫步聊天 尼克一心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他们两人 可是一时半会儿就是想不起来 克里夫淡定地说到自己是一个编剧 曾经演过电影 能有点眼熟也是正常的事情 在向前行进不久 他们三人又遇到一伙少女 这些少女得知夏威夷这个地方 又专门杀害出来度蜜月的怪异事件 打起退堂鼓往山脚下走 但三人听到不以为然 继续向前行进 不一会儿就在瀑布底下 遇到尼克的女友吉娜 正在竹筏上晒太阳 克里夫为了查明几位少女说的是否属实 就独自一人来到山顶有信号的地方 果然还侦查到有情侣杜蜜月被杀害的事件 在他慌张至极的时候 那对古怪的情侣也就在这时候出现在他面前 这使得他更加害怕起来 觉得这对古怪情侣很可能就是报道里所说的 专门杀害杜蜜月的小情侣 幸好尼克在这一刻及时出现才化解这场危机 四人继续前行 从事军人的尼克喜欢拿着刀出来比划 这让尼克两人心惊胆战 怕自己现在所遇到的才是真正的杀手 到了傍晚时分 尼克竟扛着一头刚抓到的鹿回来 而吉娜也是很熟练地解剖着鹿身上的肉 这一刻吓得两人跑到自己帐篷中 嘀咕半天打算走为上级 等到第二天时 想要开溜的两人 事情有所转变 开着直升飞机的警察 直接将古怪情侣给逮捕了起来 还在他们的背包中发现死者的牙齿 这让警察们更加断定 这一对情侣就是凶手 四人看着古怪情侣已被逮捕 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开始一段放轻松的旅程 他们来到海滩上晒着太阳 克里夫约着尼克一起到海面上划船 尼克也很好爽地答应下来 两人结伴向海面上划去 在海滩上携来无数日的吉娜 翻着克里夫夫妇的相机 不一会儿吉娜的脸上一沉 发现相机中的不对劲 她看见相机中所拍的照片 根本不是克里夫两人 而是被杀害的新婚夫妇 克里夫和尼克两人才是真正的凶手 他们喜欢将新婚夫妇杀害 随后自己装扮他们 来冒充他们的身份活下去 而那对古怪情侣会被逮捕 正是因为克里夫将自己所犯下的罪证 偷偷地放入他们的包中去 吉娜丢下相机向远处的尼克招手 想叫她回来 可是在海面上嘈杂的声音 掩盖了吉娜的叫喊 吉娜连忙拿起斧头防身 向克里夫和尼克所要划去的 严冻跑去 两人也很快划到严冻中 在里面尼克说起一句 著名电影中的台词 可克里夫却说 自己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本来放松躺在船上的尼克 有意识地差距到不对劲 正想从大腿掏出自己的小刀时 克里夫已经拿起手枪来指着她 当吉娜赶到时还是晚了些 这时克里夫一枪射中一刻 尼克连人带船地摔入水中 吉娜很是心痛 不过在这一刻 并没有多余的时间让她心痛 因为悉尼这一会儿 也正拿着刀向她冲了过来 在一番激烈地打到后 向她冲来的悉尼 却被敏捷的吉娜躲开了 一下子落入水中去 但是吉娜也被悉尼手中的刀刺中腿部 在逃跑中 克里夫爬上悬崖想抓住吉娜 在这边 尼克中弹卷而没有死去 原因是 尼克在早期战争中 由于头部受伤 脑袋被植入太和金 恰巧克里夫打中的 正是她太和金属的地方 才得以逃脱 吉娜在克里夫的追赶下 遇到几个自称搜救队的人 拦住了她的去路 克里夫紧随其后地追了上来 几枪下将一伙人全部打趴在地 当他拿着枪正准备射杀吉娜 尼克从天而降 一把将克里夫的手从中劈开 夺过枪支反指着克里夫 警察也坐着直升飞机 匆匆赶来 悉尼在海滩上假装求救者 坐在直升飞机下 在内心的悔悟下 说出了克里夫才是真正的杀手 警察随后击毙了克里夫 吉娜和尼克坐上直升飞机 经过这次的共患难 最终幸福地在一起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场浪漫休闲旅程 却出乎意料的结尾 还是被情节角色的急转所震惊 不过这应该就是好莱坞一贯的作风 总会在紧张情节后 又煽情好玩的台词收尾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那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